9桶做完了,10桶还会远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涛,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再一次来到游泳健身中心 参加扬州第9次全面核酸检测 今天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 今天是以黄马的身份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黄马 反正这十几天基本上都是居家隔离 除了每一次出来参加全面核酸检测 而且好多人反应是这种情况 其实黄马和绿马也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你都是封城封小区嘛,都哪哪都去不了 所以就算获得了黄马你也不必太担心 就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但是呢会多一样的体验 之前一段时间黄马和绿马分开检测的时候 我还以因为这个黄马担心过 就是觉得他们是危险的 其实没有那么那么危险啊 我们又来了啊 今天做第9次核酸检测 现在俗称酒桶 疫情发生十几天了啊 我终于在昨天加入到了这个小区的社区群 检测的消息都在群里面发布 这样的话我再也不会错过核酸检测 我错过了第三次和第八次 都是因为没有人通知 全靠自己推测 都是黄马啊 我们是黄马 走了今天是以黄马的身份来做的 不一样哦 黄马比较少 绿马多一点 他们做得快 放稳了 放稳了 快结束了今天 志愿者们辛苦了 刚才跟志愿者聊了很长时间 他希望我做一期视频 就是关于我们凤凰桥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在疫情期间的一些日常 我觉得这个思路蛮好的 我也是这个党支部的一员嘛 但是疫情期间比较危险 才是居家隔离吧 关于整个扬州疫情防控啊 我们社区做的蛮好的啊 而且风险也不高 检测点也比较正式也比较大 疫情防控做的也比较扎实 还有这个像网格园啊网格厂啊 这些的都挺好的 非常敬业 我想接下来重一点谈谈就是这个 疫情对于扬州影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经济方面啊 经济方面损失肯定是比较大的 我们将近一个月吧 可能就是停产停工 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估计在五百亿左右 还有第二个就是在精神层面的影响 有一些精神崩溃的跳楼的 还有一些公务员党员等等这些的精神崩溃的 整个扬州吧 还有在扬州居住的外地人 都是这次疫情的直接受害者啊 只是有的人受害的可能轻一点 有的人严重一点 尽量啊不要做太多那种不了解的事情 然后在网上随意的评论啊批评啊等等 我们共同对待的就是疫情 疫情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再来买一只鸡 老板有鸡吗 没有 没有啊 哦天呐 我们社区还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 呃他这个有很多小的食物 小的商铺小的超市 还有这个卖菜的 像我们每次检测完就从这边可以买一只鸡 我刚才问了啊卖光了 没有了 而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住在一些高风险地区的 听说每天只能吃这个大白米饭 就这样啊这个就很惨了呀 我们确实要提升就是每个人应对风险的抗压能力 你看我们都多少天没礼发了 因为礼发天全关了头发都这么长了 我们现在去菜市场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剩下来的啊 必须要补充物资 每一次出来检测都要捡都要补充物资的 老虎山农贸市场 我现在体验到了黄马的不好的地方 菜市场进不去 尴尬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经济影响啊 药店都关门了 多么的萧条啊 除了水果店还有卖菜的一些店 其他的基本上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凤凰桥社区 现在去买一壶油 油没有了 这家油也没有了 到这家再来看一下啊 啊有油 色拉油和菜籽油都有 菜籽油竟然便宜30 色拉油34 但是它上面没有非转基因几个字 确实啊 它这个就是用的转基因大豆 这个大豆油也是转基因的 菜籽油也是转基因的 我平时都买的非转基因的 现在特殊时期 买一壶转基因吧 没有办法 疫情期间不得选择哎 这一次影响还是蛮大的啊 因为是黄马啊 超市进不去 然后卖鸡的地方又卖完了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对